今天我們真的長話要短說 因為我們剛才在咪高峰 想起一些新節目很好笑 想想怎樣 因為我經常想到新節目 想到很多也好 都不是很想做 因為很辛苦 一做就真的要做事 又要約人 又要錄影 或者直播 台越搞越大 那就糟糕了 我們是低調之中的 我們現在叫做悶聲 不是發大財 要找一口吃 悶聲找一口粥水吃 首先在節目開始之前 要跟大家說一下 真是道歉 有些朋友應該收到訊息 說我們的靈枝包子可以拿 我不知道水王有沒有再通知你們 不要拿 因為其實我們後來發覺 技術上出現了問題 我們超賣了很多 本來我們也不介意超賣 因為其實我們一直有貨 不斷離貨 來貨 但是因為現在年尾有關口 經常有些購物車 查車 可能明天後天才會來到 即本來要來的貨 就是靈枝包子 Anyway 各位如果還沒拿的朋友 等到我們再發訊息 或者我在節目裡說 才上來拿 就無謂白行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訂了金湯刺 盆菜和佛跳牆的朋友 我們應該如無意外 就星期五 有意外就星期六 收到貨 那些貨物車 我們當然會通知大家 大家請配合 盡快上來 因為我們的雪櫃有限 是 可能會出現超賣的情況 但是現在 我不知道他能夠給我的貨 究竟是量 因為他已經硬要去砌 再去煮 即時 如果有些朋友 真的 金水賣不到的話 其實理論上 就不應該出現這個情形 但是始終 在我星期一 叫大家不要再入錢的時間之後 記不記得 四一人叫大家不要再入錢 是 但是可能有些朋友 是未聽到那個訊息 可能還在工作 或者有些人日後才聽 照入了錢 我們看看能否安排到 照在今次裡面 就是給大家 如果不是 就可能要過年後 或者你可以安排退款 但是詳情就讓我們收到貨 看看究竟的數量夠不夠 如果夠的話 就算是大風氣 OK 希望大家真的諒解體諒體諒